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凤凰卫视美洲台的健康快车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医与忧郁症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杨洁医师 杨医师你好 大家好 说到忧郁症 大家都知道忧郁症会导致很多灾难的发生 包括最近我们美国本土出现了很多不幸的事件 实际上它的前身都是某些个人的忧郁症 才会造成这种直接的后果 据称现在全美境内的忧郁症患者高达3000万 杨医师您觉得忧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是一个纯心理问题吗 你刚才提到忧郁症一般的会归类为心理问题 因此在美国的治疗大部分都找是心理医生 谈一谈把你心中的想法忧郁谈出来 通过我们临床发现 我们有很多心理医生本身也是忧郁症 他说他在跟心这些病患谈话的过程中 传达了很多的负面的信息进入他头脑 回到家以后他烦得已经不想说话了 他说这个depression会影响他不想干了 我们就想了心理医生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我就问他你对病人的解决的问题 他说要求病人每个礼拜都来跟我谈谈 其实是这样 那么从佛洛伊德开发心理分析学以来 心理医师扮演的角色从来是一杯水旁边的另一个杯子 把杯子里的水倒到他的杯子里 也就是说病人是卸下了自己心中的忧郁 卸下了自己心中的痛苦 所有在别人面前不想说的话 在心理医师面前都敞开了都说了 病人感到很轻松了 但心理医生却要承受这些东西 是吧 那有否见过心理医师最后垮掉的例子 有 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心理医生他就是实在承受不了了 他把他的工作全部去掉 房产全部卖掉 然后呢他就去流浪去了 他说我每天现在去 你都想不到他去做什么 做什么 他做了就是homeless 他到这个大街上去了 摔太阳去了 什么都不做 睡在公园里 什么都不做 他年龄差不多50岁 他就用了这种极消极的一个方式 去把自己所有东西扔掉 当然他受了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影响 那么在我们在研究忧郁症的过程中发现 美国治疗忧郁症的最常用的叫antidepression 叫抗忧郁剂 抗忧郁剂现在在 实际上五年前的everytime就有article就说出来了 到最近又反复的报纸上几次登出来的antidepression和这些忧郁症的药呢 所有的西药呢 他主要是从中枢神经来麻痹 使你对外界的敏感度降低 是的 你睁着眼睛是没有错 里面都在睡觉了 所以他减低你对于一种语言和环境和其他这种敏感性 周围的东西建立敏感性 也就是说您不容易受刺激 对了 不刺激了 已经不刺激了 但是好像有很多服药的患者最终走向了自杀的这条道路 这是什么 这就是报纸上它最后的题目 就antidepression为什么会导致病人自杀 那么也有些病人在最后崩溃 他们都提前看过心理医生 服过类似这方面的药 大部分在他们服药期间相对稳定 因为他们可以休息可以睡觉 甚至可以发愣 但它不影响别人 如果他一旦这个药解除之后 他觉得他的问题 他清醒了 他觉得他问题还没解决 没有任何方式方法能够使他脱离这个苦海 他就会产生一种极端的一种措施 就寻求解脱 那包括伤害自己 我们在这边很多的名人 很多的企业家在南加州 都曾经要跳过海 都曾经想自杀过 这些人我还都很熟悉 他们的经历 他们自己讲出来过 现在都做得非常成功 当然了 有一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修养和自我调试 但是更重要一点 我们中医在研究这些的时候 我认为从一个整体方式来调理 主要还是内分泌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因为中医在治疗这个类疾病的时候 他不是说想到mental problem 他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忧郁症不是说他脑子有问题 但是西医一向认为 忧郁症肯定是脑子里出现问题 包括一些早期的医生用手术方法 比如说把什么什么神经给他屏蔽一下 给他割断 或者做一些什么注射封闭治疗 那么这用的都是针对脑子的这种做法 我这边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 他是一个美国大的market连锁店的一个老板 他住在Santa Monica那个18层 那个最高的楼的顶层 他邀请我去过 他因为忧郁 而且又头疼 每天有四个护士照顾着 还有他的partner陪着他 他的生活非常的忧郁 但是他的心情没有一天快乐 从来不笑 那么他曾经为一次签约到过大陆 签完约之后 当时就当天就回来了 千万一天就回来了 他当时出席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 那么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当时人家问他说 你有什么不舒服 他说没有 他说我这里是老问题了 那么后来他的partner是一个法国的女明星 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身体状况 那么这个国内就有人介绍到我这来了 那我听到这个事情 我说的他这问题蛮严重的 到底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也想到 因为他头也疼 他说他在巴尔蒂摩做过两次开颅手术 医生判断他两根脑神经踏迹在一块 所以做分离手术 有所短路 中间给他 就是短路 把它分开了 分开以后剧痛 又做第二次 他做了两次手术 对手术毫无信心了 这个手术说实话高精尖 在我们一般的人不敢做 因为做口感歪斜 什么现象都出来了 那可能副作用更大了 他不干了 但是他没有 他做完了以后 他只是头就是加剧疼重 您怎么讲这故事 我觉得您在讲曹操的故事 很像 曹操也是脑袋疼 疼得连华佗都突然退避三舍 那么说到这儿来 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感觉不一样 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 谈到糖尿病的治疗 对 你也提到说糖尿病跟内分泌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对 那您不会把这个忧郁症 我们普通人认为脑子的问题 也强调成身体的一种分泌的 不正常的状态 你说这个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 首先你从中国医学浩瀚的医书中 要摘出它的精华了也不容易 那么我们首先就感觉到 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干育 干育 因肝而育 这个我在刚才提到病人身上 是典型的发现 因为什么人体有两个器官 和mental的关系非常密切 你举个例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 一个女孩开车 突然前面一出车后 她一个急刹车 她下车来的第一个反应 面色苍白 第二个就是吐 一个是胃精卵 一个是肝精卵 肝精卵血供马上停了 面色苍白 胃精卵反应是吐出来了 那么这两个器官反应 是很明显的 在我们这个表情上 就反映出来了 肝育 在我们发现很多的病人 阴郁造成肝很紧张的 一种生理状态 这个紧张如果不解除 全身都放纵不了 一天都是nervous 一点声音都会气得够呛 所以为什么中医 又讲了输肝解育 你想办法把这肝调打 让它输了 一输松以后 它人的反应就开始平静下来了 这是一条 另外一条 我们讲到什么 在中医里面讲到很多病 治不好 很难治 就归类为叫痰症 有形无形的痰 不是吐的痰 是叫痰症 日文里面有个痰 淤在里面 淤在里头 不是解决不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 在中医里解决 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痰症 疏肝解育 如果结合起来 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 就非常得心应手了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 因为这个药已经出来 已经十几年 十五六年了 大量的病人 就是忧郁症的病人 因为美国人承受忧郁的能力 承受压力的能力 这很强的 远比中国人差 是吗 远比中国人差 比中国人差多了 他们一点点事都要疯掉了 中国人太忍耐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 为什么那么多 犹豫症病人 不看病 不认为是病 我烦着呢 背上都写着烦着别理我 烦着呢 为什么 他就认为烦就是正常的 我不愉快的事太多了 人活下来 很多事都解决不了 就烦 其实都能解决 问题是他不把它当病 不去治疗 美国人又是太去治疗 承受率又太低